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做生意 现在做生意的人很多 他们有一个感叹 有的人又笨 又不勤奋 但是他的钱赚得比谁都多 有的人跟他做同样的行业 脑子绝对是非常聪明 但是挣不到钱 找不到答案 有答案 有答案 你命里头没有才哭 你才哭空空的 这一生没有这个果报 对 你做什么事事业的时候都会赔本 那没钱 那因是什么呢 因是你过去没有修财不实 那个很笨的人 他干什么都赚钱 他命里的财库很多 你看我们香港首富李嘉诚 我是听陈郎老先生告诉我 前年过世的 那是个看风水 算命的专家 他也常常听我讲经 就跟我很好 他就告诉我 李嘉诚三十岁 刚起步的时候 他就认识他 他给他看 给他算命 他就问他 他说你希望将来 你有多少钱就满足了 那个时候李嘉诚 我有三千万就要满足了 陈郎现在就告诉他 他说不值 他说你将来是香港首富 他说你的财库是满满的 满的 他说过去是修得多 所以陈郎从那个时候 就一直是李嘉诚的这个 等于说顾问一样 大小事情他都问他 我跟李嘉诚认识 是陈郎介绍的 那也就是说不见得 这一生修财库是这一生报 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有的时候是下一生 他是过去陈郎修的 那这一生没有得到财富 很有可能是过去的这些苦难 还没有受功 对对对 他有障碍 有障碍 所以他不能现心 一定要等这个障碍消掉之后 对 没错 那个善报才能够出现 对对对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 是这样的 所以他的缘重要 有因再加上缘 所以李嘉诚 无论做什么生意 他都赚钱 你去跟他学 做同样的 他赚钱 你不赚钱 道理在此地 所以佛把这个礼 说清楚之后 然后告诉你 我们现在命里头没有财库 可不可以修呢 可以 你就修博士 越学越多 这个什么 这是张家大师教科管的 因为我命里头没有财库 财库空空 所以干什么 都赚不到钱 强也抢不到 偷也偷不到 那不是说命里没有 那个偷来抢来的 还是命里有的 你说冤不冤枉 就是我骗别人钱 最后我贪污也好 还是命里有的 比如说我贪污了五百万 对 我现在正在享受他 对不错 我跟别人讲 你看我还是贪的对吧 其实这个本来就是我自己的 命里有的 而且怎么样呢 打对折了 你比如你命里面 有一百个亿 因为你用不正常的手段的时候 你得来 你顶多只能得一半 五十个亿 一百个亿已经少了 五十少一半了 你还洋洋自得 哎呀我有本事了 其实你不值 因为其中作恶 不错不错 已经折损了 不错不折 这亏折了 如果你的手段又恶劣的时候 亏折的折扣就越大 我们确实看到过这样的人 他也去贪污 他也去用非法手段获得财富 刚一获得之后 马上就被抓起来了 这个钱全部被没收了 对 那算命里没有啊 命里没有的时候 你使用什么手段 不行 得不到啊 那个钱也得不到 得不到 所以古人讲的这句话有道理 君子落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 小人就是不懂得 这个因果道理的人 对不错 他用非法的手段 他获得财富 冤枉做小人 还是命里有的 你命里没有的时候 你贪也贪不到啊 那你活不必要贪呢 孔老父子讲的 知天命啊 应该就是通晓这些道理 没错 没错 明白这些 人不再会做傻事 对不错 所以你想 这个命里没有财 你就修财富士 从不够聪明智慧 你修法富士 身体多病呢 就是你就修 修着无微不实 全部都能改过来啊 这佛事门中有求必应 他有道理的 您知道说到佛法的因果定律啊 对 很多很多的人都提一个共同的问题 他们说不相信 为什么呢 恶人做恶 但是我们看到他在享福 善人做善事 但是呢 他们家里很贫苦 对 没有看到善有善报 不 那个果报 不是你这么简单看到的 卧人坐卧还享福 他过去那个佛报太大了 所以坐卧 抵消掉了 抵消百分之九十了 他还有十分的佛报 那个佛报比你还强多了 卧人的这个是善人修善 他过去身中做的我 他已经抵消掉了 抵消掉的时候 他还有余秧在 所以你看到他还是 这个这个这个没有感到的时候 果报 但是他的那个业障消掉之后 他的佛报会写去 这英国讲三世 但是三世自己真修的 一世就能看到果报 这个你要相信 你认真干 就是中的那个因 不错 很强烈 很强烈 晚年就 就国报就写去 那请不吝点赞